他很簡單,他很硬,他很硬,他很硬 讓可觀勸了一下積分牌的量 剛剛看好像Greenwood 他們兩個重砲應該幾乎是一樣 所以就算有重砲,只剩下1000的樣子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概念 在比賽裡面,如果在後面位置 30個大盲,前5%的牌 打完30個大盲,都是一個非常合理的事情 前5%的牌有什麼 就是99以上的所有對子 然後AQ以上的所有對子 AQ以上所有的組合,AQ、AK 99以上 那這30個大盲打完都算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可是其實很多打撲克的朋友 並不是這麼了解手牌範圍的強度 像那天我有跟觀眾聊到說 99是大概多強的牌 結果有一個回答說是60% 其實99是前5%的牌 因為99給你的想像中是好像在中間的那樣一樣的牌 對 那我們看見Samuel Greenwood在這邊只剩下 連小毛1分之1 1分之1的小毛 就是1分之1小毛 對 然後被勉強了 翻牌前是ALL IN 然後這邊我們看見槍口加1的位 Soyza 他是加注到45000幾分牌 那Denis Smith這邊 他的籌碼只剩下15個大盲 他可能不會防守50銅花 因為通常來說 因為50銅花當然正常來說都會防守啦 可是因為他現在籌碼 需要好好的珍惜一下 他還是要選擇跟住嗎 好 我們的Denis Smith還是選擇了跟住 我們的Denis Smith還是選擇了跟住 那這邊如果在這個翻牌上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Soyza選擇Z-bet的話 我相信Denis Smith應該會直接ALL IN 那兩位玩家都過牌 這個轉牌 暫時Soyza還是領先 對 你永遠不再關注 我們的Smith現在沒有開牌的架子 可是卻有無限的可能在這個River 那Soyza的牌很大 可是他沒有擊中任何的對子 這邊會是一個比較困難的決定 這邊會是一個比較困難的決定 這邊Soyza選擇了跟住 那我覺得Denis Smith有可能要ALL IN 試著來偷這個底子 因為我們的Soyza選擇 現在中間大家看到2萬3的數字是 Greenwood如果贏的話 他可以拿到的籌碼 那Soyza選擇是16萬8 那死錢非常的多 那Denis Smith已經完全沒有開牌的架子 是不是會來嘗試做一個BLUFF O-IN 那這邊我們看見Greenwood為什麼可以贏那麼多的積分牌 而翻牌節只有一千積分牌的 是因為有一個前柱 這個前柱是大忙負的 那這意思是說這個前柱裡面 如果這個牌是Greenwood贏的話 他可以拿下這個前柱的2萬 我們在短牌裡面看到 只要沒有show down value的話 一定要bet 那在這邊呢 我們會不會Smith也選擇一個 bet來投機 那這邊Smith下柱5萬 也是一個差不多3分之1的下柱 如果Soyza改掉的話 Smith用10HIGH獲勝了 謝謝 哇我相信Soyza應該會很生氣的 應該不是很生氣 他應該很氣自己 為什麼沒有跟著 那當然就是一個玩家 有時候可以很漂亮的call 那也是有時候需要氣掉牌的 那這邊因為Soyza的牌力不強 在和牌選擇氣掉了A圈高牌 哇 Smith這一把打得非常好 對在和牌下了一個很漂亮的柱 讓對方氣掉更好的牌 在這邊有很多玩家是放棄了這個和牌 我覺得這個柱真的 對很漂亮 很漂亮 對 而且在對方跟著的情況下 不會損失很多的積分牌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現在還剩兩桌 然後呢一共現在是12位玩家 在籃桌這邊 Timothy Adams是積分牌領先者 112個大忙柱 然後呢 紅桌這邊是Peter Jetton 57個大忙柱 跟Bonomo也一樣 然後呢 這邊Seth Davies還只剩7個大忙柱 然後呢 藍桌最少籌碼是Dan Smith 17個大忙柱 那觀眾朋友們我這邊休息10分鐘 馬上回來 大家不要走開喔 小朋友 小朋友 請問街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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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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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的亚军得到奖金1590万港币诊 只差了一步 我们的冠军手里拿着一个购物袋 非常的健康 是一个注重环保的人 恭喜我们的杰森控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奖金是 总共简单的采访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已经是实施了非常久 他们的关亚军单跳跃超过了4个小时 他说他只是在每一手牌上集中注意力 我们知道扑克不是一手牌的事情 而是你在每一手牌上集中注意力 在整场比赛的对抗中 去做每一次正确的决定 慢慢的你就会走到最后 在这场比赛的地方 他讨论之前的手牌应该是一手跟佛花在单挑时非常关键的一手手牌 对你有任何能够的力量? 我认为我对,是的 我们希望你最好处的力量,和赞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那场上剩下最后两桌 应该是一桌是六人桌 一桌是七人桌 还有最后是三名玩家 那刚刚有很多人在问我说 传奇扑克外套去哪里买 那刚刚其实就有广告 在shop.tritan 横线 series.com 那上面就可以买到tritan的外套 跟帽子 我现在也正在看 那现在为你转播的 是我打亨 那这场比赛是 传奇扑克2019 在季州岛所办的主赛室 是无限柱德州扑克 报名费是200万港币 总共有48手买入 那现在剩下最后的十二名玩家 一桌各剩六个 那我们的全场的chip reader 是Adeps 他刚刚一个AA 把那个Niche的QQ 从他手上搭Bob 我们Huston在Cardoff Open了一个K4童话 我们的Richard Young 选择在盲住 直接选择了All-in 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底牌 那我想必应该也不会太差 Oh ASKING 非常的大 那All-in 总共是 30个盲住 4-hour-in-0-10 4-hour-in-0-10 大概600 3-0-10 那通常我们在 Open的时候会有个自己预设的范围 那我们有时候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下 大小忙的忙住多少 然后也会看一下对手的强弱 然后来选择要不要加组 那我们的Richard Young 这一场算是打得非常激进 那AQ我相信应该是会跟住的 上面把虽然是SKING 可是这把是PK5 那AQ是一个应该会抵抗的一个范围 虽然是真的有一点 多啊 将近快35个大忙 哈哈哈哈 哇这个有点尴尬的是 呃 在数学上 我觉得应该是要跟 那我觉得在策略上 有些人会选择盖牌 因为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或许筹码 那SKING他也会担心 会不会对手有对职啊 有SKING 被DOMINATE的牌 因为他相信对手AJ 可能不一定敢推那么多出来 所以AQ可能要去跑一个反应币 或者是被对手压制 那如果我相信 刚刚有跟观众聊到 99加AQ加30个大忙 以内都要跟 那这边是稍微超过30个大忙 那Huston还是最后 还是选择跟住 是我可能还是会跟啦 因为这个AQ还是有点太大了 慢慢看Flop Flop遞到了一个ACE 我们看转牌 有没有额外的帮助 只剩下4%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Richard Young 这5-5稍微打了 稍显激进了一点 我们的Richard Young在这边 出局了 一个反应币的牌 没有过 没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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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的贴贴 没有好 没好 你记得那 那好 好 OK 好 F50 Yeah I don't know what that situation Because you thought it was too huge stacks Two pretty big yeah I don't know if there was like 8 inches Yeah Anyway go to the important one Even if you flat you still lose it all Maybe Even if he shups I still lose it all Yeah Yeah 好,看到有人跟我要買外套的連結 我現在已經發到直播室了 可是我知道好像在直播間發連結是被屏蔽的 可能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應該是看不到 網址是shop1.tritan橫線series.com 那tritan在桌上大家可以找到這單字怎麼拼 橫線series.com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找到 然後我們的Dominus這邊拿到Astuse在大盲 這是一定他的防守範圍 他大概還有22個盲組 那我覺得Astuse在這邊 呃...是有可能做一個持續性的架速 首先他有一個後門花後門順的聽牌 然後開的也算是蠻乾燥的一個翻牌 那他位置也比較靠前 所以能代表一些比較多強度的牌 所以這邊會做持續性的下注 上次有跟觀眾分享到 呃...你要在flop擊中一個對值的概率大概是 百分之三十三 就三十四左右 就等於是三次會擊中一次 那我說的是擊中對值喔 所以你要擊中頂對就是除以三 所以你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左右你會擊中一個頂對 所以在很多比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職業的玩家 他們呃...中了一個對值 他們就不會輕易的放棄 雙方都打得非常好啊 對... 會不會 是鳴眼 insightful的 我玩真的很...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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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伯諾摩 直接O-in 那我覺得David也是跟住 這個是A7在大盲算是非常大的牌 我們的傑諾摩摩 擊中了一個三條 那我們的David從三個奧子變成四個奧子 這時候可能要站起來比較容易中吧 站起來多10% GG 我們又損失了一名玩家 我們的Michael Soyza 有一個Pocket Queens 跟Niche O-in 那我們還是 我原本是想幫Soyza加油的 如果這一把Soyza輸了 他就會變成場上的最短碼 我們Soyza QQ輸給A3 有點可惜 現在只剩下一個大盲的樣子 我們現在 兩桌各剩五名玩家 那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獎金圈應該是前六名 對 對 i'm putting my hoodie on I'm looking at my card so you're standing up before the big possession to that was the thing bren can you tell me when I can do it? 我們的 Michael Soyza all-in了三個大盲,八十銅花 那我們的 Domination 這邊有個 Paki Aces Solisa加油,你還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勝率 他剛剛QQ輸給A3,那八十銅花會不會還他一點 EV呢 我們轉牌可能要來一張六、九或是梅花,我們的 Michael Soyza 才有機會 有一個 Battle Flush,百分之十八的機會 GG 我們的 Michael Soyza 成為我們這場比賽的第九名,沒有獎金 那 Michael Soyza 其實也算是打得蠻好的,沒有犯什麼錯誤 然後 QQ輸給A3,讓他變成了短碼 Ghosting Bonomo 一個打牌超級穩的玩家 你不會從他身上看到任何的一個破綻 他跟 Steven Chuik 是我在撲克圈裡面 為二的兩個偶像 Ghosting Bonomo 在一個十五萬五的底池裡面下注了五萬 那我們的 Brian Kenny 現在兩方都算是桌上比較多的籌碼 那在這邊中了一個 J,也是不會輕易的蓋掉 好,我們轉牌讓我們的 Brian Kenny 擊中了兩隊 那 James Bonomo 這邊有一個頂隊也阻擋了一些順子的組合 是很有可能會持續的下注 然後希望能在 River 能夠便宜的開牌 他不會想讓對手能免費的去買 所以我覺得這邊是蠻適合在持續做一個下注 當然他不知道對手已經中了兩隊 175 所以嘉嘉嘉唯 17 我不是未來 幾個左力 最推出的經過 那如果Kenny後手少一點,他有可能選擇直接O-in 那因為現在後手蠻多的離獎英雄也蠻接近的 我猜這個Jack Queen可以繼續選擇跟住 看一下River,來一張6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雙方都Check的一個地詞 或者是Kenny會可能跳出來主動打一個Value Bay Check 好,雙方都還是都非常厲害 沒有人有犯錯 該打有打,該跟的有跟 該射陷阱的有射陷阱,該躲掉陷阱的有躲掉 好,我們現在要併桌了 要進入我們的Final Table 可是還是沒有進入我們的前圈 那盲柱現在是六千一萬二 那盲柱現在是六千一萬二 好,現在我們進入併桌Final Table 休息15分鐘 都馬上回來 那麼他也將只剩下 聊聊無幾的籌碼量 大概只有兩個大忙的籌碼量了 對 這是一個高章買花面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見現在徐亮暫時領先 對 對 兩位的成敗筆目前對調了一下 許亮微微領先 好,轉排 對Soyza來說 這是還是安全的 那這邊我們看見 許亮的 依然有13張奧子 還是有30% 對,我希望合牌能發出一張 一把汗 那非常的遺憾 我們的場上唯一的中國選手 許亮是 遭到了淘汰 非常的可惜 我們看見 在最後一手牌的處理上 他沒有做任何的錯誤 我們看見這個比賽上 T-8S Go-8S 拳9S 拳勾O 2-2加 那這裡 Jason Coon 在槍口位 O-1全10 然後這裡 Soyza在Hijack 拿到了一對4 再考慮要不要摳 那Jason Coon 在這邊 現在是10個大忙的O-1 那這裡 那這裡有看見 Brain Kenny 手持的是一對9 也是非常大的底牌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在U-3級的位置 可以看到在U-3級的位置 Brain Kenny 全是同色 全是雜色 全是雜色 是一手挺邊緣的 Brain Kenny 他幾乎有翻倍了 現在我們是還剩五位玩家 Jason Coon 出局為第六名 獎金 OK 看一下這手牌 一個400萬的李池 來我們來看Flock Soyza能不能 Hold住這一個大帕呢 目前看還算不錯 那這樣子 全是只剩下19%的權益 而且沒有什麼後門花的機會 對 S High Still Good 我們可以看到 River 希望頂住 頂住 頂住 那這樣子他成功頂住 那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的Wayne Bangkok 是 獲得第五名 看一看他的獎金 是不是比他手上帶的表要貴呢 應該蠻大的 304萬港幣 應該和他手上的表差不多 應該是不太夠 哈哈哈哈 現在就看我們的Soyza能不能Hold住他的SK Soyza在看到對手是AX牌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對 剛剛就問說Pair怎麼有對子啊 對他很怕對手是一個對子 因為 55開也不是很好啦 對 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這個翻牌 我們剛剛看到大盲是蓋掉了一個King Jack 目前 沒有什麼影響 那Soyza應該會希望看到一個Diamond 讓對手AX變少 對 或者直接來一張K 來一張Z結束了 對 來一張Go 喔 來了一個Diamond 可是 可是 對 換了一張 換了三張巴掌 都奧斯變成五張了 三張變五張 多了兩張 我們來看這個River 替換掉了他的方片酒 沒有 OK GG 那我們AK成功頂住 那我們的Soyza 持續 還是桌上Trip leader 對 860萬的衝突 在這時候淘汰掉 對手之後 現在我們的Soyza 已經非常領先了 恭喜我們的Rankani拿到了本場比賽的第四名 獎金是 三百 哈哈 Iber是要到外面走走嗎 偷偷氣 我來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我们的Final Table 我们的Final Table是九人桌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Dominic Nish在墙口加三位 拿到了一对十选择加注到五万五千 目前的盲注级别是一万两万五前注两万五 BB安体制 这场比赛一共吸引了48手买入 每一手买入是两百万港币者 目前我们还剩下九名玩家进入Final Table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装卫玩家拿到了S-King Offsuit Smith他现在也是短码只有四十万 那这边也是一个Easy Call Pocket X应该也是一个轻松的跟注 一个Easy All In和跟注 Den Smith能不能翻倍呢 Den Smith不 這就是一個死掉PB的 直接在翻牌就发出了一张K 那我们的Dominic现在是只剩两张10的二次 输掉这个Pause之后两家的五球码会接近 被没有任何改变 依然是两张10的二次 5%的权益 两张都中了 我们的Dennis Mix double up到八十八万的筹码 将近三十四个大盲左右 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拥有八十四个大盲两百一十万积分牌的 那刚刚收到消息 我们今天会打到剩下六个人 然后结束明天会为大家继续转播最后六人的Final Table 这一个Final Table我觉得非常好看 根本是WSOP一百万美金买入一滴水等级的Final Table 对 因为目前场上的玩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那这把我蛮好奇 BONOMO会选择跟注还是选择三逼呢 BONOMO选择了一个KO 我们看一下这张桌子 BONOMO 这张桌子基本上是汇聚了这个星球上最会打德州扑克的一批人 那这边BONOMO的牌有点尴尬 面对UTGUTG加1的玩家选拿到个77 我相信如果是22 33 44 55 他66甚至我觉得66他们多可能盖牌 77 88 77刚好是一个临界点 OK 77选择直接盖掉 因为毕竟你一个UTG 面对UTG跟UTG加1的跟注 你77你只有20个大盲左右在那边 直接弃牌我觉得是OK的 对 我觉得66 777是蛮尴尬零件的 22到55是不用想的 好像直接盖了 6-6可能还是很好盖 77真的是有点边缘 那88就要跟了啦 那99可能就推了这样子 那77真的是蛮尴尬 然后可是Verguson其实也没有想得太久 那他只要20个大盲这边不太适合跟注 直接盖掉 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决定 我觉得观众也可以把这一点记起来 在九人桌里面 你对到前面位置的两个玩家 你的77是要直接盖掉的 对 这里世界级的顶尖牌手 以实际行动告诉你 在20个大盲的情况下 九人桌 面对枪口位的open和枪口加1位的跟注 你在中置位是如何游戏你的77 那么这里答案是很简单的在20个大盲的情况下 直接盖掉你的77 下注了一个3分之1的底池收下 波诺莫在拿到顶队下注了一个3分之1的底池收下 波诺莫在拿到顶队下注了一个3分之1的底池收下 可是我是非常的懶 就是三天打雨 两天赛网 就偶尔想到会打坐一下 波诺莫是非常有规划的早上晚上各一个小时的静坐 所以他才能偷积的时候心跳都不会变快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冥想 你有教程吗还是你会吗 就是教我一下 其实冥想就跟中国的气功的修炼方法一样 就是就打坐 就是中国的打坐其实是一样的 那冥想最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 可是什么都不要想是最难的 所以这要 放空自己 对放空就是放空 专注的放空 就是冥想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控制你的呼吸 要改成用复式呼吸的方式来 在冥想的时候这样子 好我们回到场上的Vergus 拿到了一个在他筹码里面的NAX S-King 很多玩家在这里选择会20个大忙 直接是推出去 push all in也是可以的 严格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他这里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直接在这里选择开持打得更为细腻 这需要对自己的实力 翻后水平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自信 因为如果他这边选择直接 你打翻牌后 对可以说这张桌子上任何一个人 打翻牌后的能力都是不需任何一个人 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觉得我打不过这张桌子上的一个人 对 这是一张桌上的9个人 每个人都曾经独领风骚过的 对啊 每个都超强的 这个BineTable真的是太变态了 对啊 每一个都是全世界最强的那一小出了 对 哇哦 这算是一个冤家牌 那可是 有效筹码还蛮多的 大概还有 差不多有 76个盲柱 76个盲柱左右的有效筹码 那Adams我觉得 他有可能会在这边做一个Limper Race 如果要Limper Race 应该就会遭遇到 Justin Bonomo的All-In 那Limper Code也是一个 我觉得A8是不会盖掉的 那看他是选择跟住还是选择Limper Race 就看他的策略 跟他怎么解读 Justin Bonomo的起始范围的收牌 那选择跟住 可以看到职业选手在对手确定进入跟住范围之后 确定会跟你打一个方后之后会再次的确认自己的手牌 这个时候大多数时候是在确认自己手牌的花色 我会不会被闪掉 我会不会被闪掉 我觉得Bonomo这边还是有可能会下注 那下注的原因 我的猜想会是 就是对手选择一个Limper Code 所以其实对手还是会有一些 10到K左右的组合牌 那他99会基于一个保护 跟他自己起始范围里面有A8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边会做一个保护自己99下注 对 那如果被跟住的话 他就会比较清楚知道对手可能也许是有A8 对 也有可能是跟他差不多的牌力 这里他是比较标准的做了一个三分之一底池的下注 其实三分之一这个底池的下注也是最近这几年开始流行的 对 以前大家都是什么50%60%的bet 对 可是后来发现 就其实 有点贵 有点贵 所以其实是根据一些牌力的结构 那我觉得 那个并不是说每一个底池你都是要下注30% 对 而是有些底池的结构就是 范围如果已经被确认的话 那30%跟50%跟60% 其实他所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不如打小一点 对 省可以省多一 BRAFU的时候花少一点钱 Value Bay的时候才有办法让对手进来 对 那BONOMO这边应该有一个 拿一个free card的check 可以 因为被对手跟住了这个翻牌 他会知道对手可能是有Ace 那他现在的牌还有一些成长的空间 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check 好 BONOMO要继续的攻击 还是我刚刚开始学牌的时候 比较old school的流派还是会比较的靠近 像是我在flop永远是下一个标准住 就比如说我锁定在我的所有的尺度都是66% 那么我就一直会下注66% 然后以一个特定的频率 但是随着现在理论的越来越发达 然后越来越贴近数学上的一个最优解 我可以发现我们在flop的下注量 越来越少 有时候在选手还没有打出来哪个注码的时候 可能猜不到他为什么要这样打 可是如果他突然打出来 那你就会去回推他的想法 可能就稍微理解 那他的99这边下注的话 其实 我猜啦 这是我自己觉得 有一个好处是 呃 你这边 你可能还领先对手的一些range吗 这是一点 第二个是 呃 如果这边99被charris 那我当然是知道自己输了 那他这边如果持续下注两发 他可以获得一个在river的开牌 那如果选择转牌没有下注的话 如果对手打river的话 便是说 他必须要猜自己的99有沒有领先 所以 我猜这应该是他下注turn的原因 那我可能他 我在 他还没打出来的时候 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那他打出来之后 我觉得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他选择转牌的下注 对 我们有的时候看一手牌 他的逻辑 是要从翻前到最后合牌 整个流程上一起来看 嗯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有看过 你有看过武侠小说吗 有啊 天龙八部有看过吗 看过 看过 在段玉还没打破那个真龙齐渠之前 大家都想不到他要走那一步 对 就走那一步突然反推 豁然开朗 对 就是这样 厉害的牌手就是 呃 会做到一个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可是 他做出来你回来 哦 原来是这样 非常符合逻辑 就是你要创造出这件事情来 就是 每个人的 程度跟能力 对 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去 求解一个答案 和你看到的答案 再去反推这个 过程 是两件 难度相差 几乎是 呃 指数级的一个差距 我今天有跟观众讲 就是我今天在转播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很感动 跟很幸福 因为可以看到 这一群打了这么好的人 在一起打牌 然后 又可以在那边转播 我就觉得 哇 真的是太棒了 那Selina就问我 那不发你工资了 哈哈哈哈 我说工资还是要的 哈哈 是 你既然这么享受的话 真的是可以不要工资 不过其实我们能在这里 底牌可见 看他们一群顶级大神 这样子的一个交手 并且是以一个强制的姿态 去强行看他们整场比赛 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的Dominish没有open他的A7不同花 那 那 波多摩这边有一个 陀伯卡带一个 Gasha 那 这边他会选择check 或选择下注 都是一个 我觉得都是一个正EV的事情 对 那目前的牌力还是非常强的 是的 那Dominic也知道自己的 AX High很有可能在这种结构上是领先对手 他也不用去做太多的保护 好 我们的波多摩现在已经是拿到了Nuts 那现在 他现在想的是 该怎么打 我觉得下一个 像这种结构 我觉得选择下注百分之五十 因为这边下注 三十跟下注五十是一样的 五十是差不多 可能会下注五十 下注百分之七 六十六 六十六 对 对 这边 让对手